我想要來談談國民黨 為台灣帶來哪些禍害 第一個 國民黨帶給台灣社會的第一大禍害 就是國民黨死報 一個中國的神主牌 造成國家認同夫妻 影響國內的團結 過去國民黨是反共的 是要反共大陸 消滅萬惡共委 解救大陸同胞 以馬英九 趙少康 韓國瑜 朱立倫為首的國民黨 不失如何落實蔣經國先生的路線 卻反其道而行 不但不反共 而且親共 第二 嘴巴說要守護中華民國 但是一方面 反對軍購案 背隔國防自主 第二方面 在政治上又接受九二共識 還要重啟福茂 準備開放大量的終身來臺 將經濟要再度的鎖進中國 完全不理會台灣社會會遭受多大的衝擊 金國先生說 沒有台灣問題 只有中國問題 國民黨對得起金國先生嗎 國民黨帶給台灣社會的第二大禍害 就是國民黨黑金體質不改 傷害民主價值 影響社會安定 國民黨的黑金體質在2000年下野之後 完全沒有改變 他們仍然謹報新店的羅家 台中的炎家 雲林的張家 還有花蓮的富家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部分區名單裡面 不是正二代 就是地方勢力的代表 國民黨仍然謹抱著牛鬼蛇神 黑金的體質完全沒有改變 在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把國家交給他們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國民黨帶給他們社會的第三大禍害是 國民黨未取的政權不擇手段 國民黨有沒有借用中國的力量 來取得這個政權 侯市長像一個局外人 政治他是一個門外漢 他所提出來的政策 或者或者他的論述 通通都是馬英九為首這些人的主張 所以支持侯友宜 等於支持馬英九等等這些人 侯友宜當選 等於一中勢力 復辟 等於黑金王朝 班師回朝 對台灣 對國家的發展 絕對不利 一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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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TVBS新聞網 任職 抱怨 1 & 2 1 4 4 6